好 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大家亲爱的柯老师 今天我们来录制音识分解技巧这本书的第11讲内容 然后柯老说一下第11讲以及第12讲里面会涉及到一点点高中知识 所以说大家可以酌情来进去观看 我们先看11讲内容叫实数级与负数级内的分解 好 我们先抛一个问题 因识分解应当是分解到彻底为止 也就是说应当是把一个多项式分解为纪约多项式的层级 那么什么是纪约多项式呢 这个要具体的看数级来进行判定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在我们初中阶段其实我们默认是在有理数放过来进行因识分解的 如果没有特殊强调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最终的系数出现的时候应该都是有理数这样的系数 比如说举个例子x平方减3 然后如果它能够因识分解 它一定可以分解成一次乘一次的形式 大家会发现x平方减3它是没有有理根的 它的根是正辅根后3是无理根对吧 无有理根 那么既然如此也就是说它不能够分解成两个有理系数的一次因识的层级 也就是说在我们有理数的范围内啊 它是纪约多项式是不能分解的 好这是第一点 好接下来我们根据我们平方叉公式 大家又知道x平方减3其实是等于x加上更好3 乘以x减去更好3 那么既然如此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数级放开一点到实数级呢 它就是能够分解的啊 也就是说在实数范围里面它不是我们的纪约多项式 好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都是在有理数级内来进行的因识分解 那本单元我们介绍1元的多项式在实数级以及负数级里面的一个分解情况 好我们先看第一块内容叫求公公式 一次多项式永远是计约的啊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毋庸置疑的 他无法去表达成比他更低的两个多更低次数两个多项式的成绩的形式 好这是第一点 好今天是x的二次三项式 ax方加bx加c在负数级里面因识分解是非常简单的 第一个我们可以根据求公式可以得到 x是等于21分之负b加减高下达达达达达是等于b方减c 这个其实是大家在初中阶段学1月20方程的时候应该会学到这个东西啊 那么如果大家在学习时候还没学到这个 这个你们可以自己用配方的方式把这个式子啊啊推导成啊一个式子形式 然后呢去写出它的根的形式好吧 大家可以自己配一下方 然后得到这个根的形式啊 好这也就是说而且这个月二次方程我们会在第二次啊那个叫方程与方程组那一本书会给大家来进讲到的啊如果这一块还没学到没没关系啊后面也会讲到的 好也就是说我们ax并方加bx加上c它的一个分解式应该是怎样的呢我们可以用x去减去啊刚才一个根再用x去减去另外一个根这是由我们因式定理去写出它的两个不同的一次因式 在前面再补上一个系数a啊因为我们二次向的系数要完全一致所以说在前面再乘一个a好这样我们就对原式来进行变了一下形 好关于这个变形方式的话我们来进行它的一个数级的讨论 第一个如果是在十数级里面或者说当b方减去4ac大约等于0的时候这是第一种情况 好那么这个式子啊这种变形方式在十数级里面才有意义因为在十数级里面被开放数一定要大约等于0对吧 所以说b方减4ac大约等于0的时候在十数级里面才有意义我们才来去分析啊它的这种变形方式 那么如果b方减去4ac这个整体delta呢它不是有理数的平方的时候 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啊很明显这两块它们都是无理数 那么既然如此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它在有理数的范围范围里面是无法进行因实分解的 在有理数级里面是纪约多项色 那么如果这个整体呢它是有理数的平方 也就是说这两块我们开放之后呢得到是有理数 整个后半部分系数都是有理数 也就是说这一块我们是在有理数范围里面是可以因实分解的 在有理数范围里面它不是纪约多项色 那么该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最快最快的方法大家可以用十相乘来进行因实分解 就这两块用十相乘来进行因实分解是最快的 因为它是一个一元二则三相似 其实我们前面讲的就是这种情况 他们有理数有他们的判别是b方减去4ac其实都是有理数平方 或者说更进一步我们前面讲的都是整数的平方判别是 好 既然如果b方减去4ac这个整体它是小于0的话 也就是说它在我们的实数范围里面这样来进行变形都不可以 但是呢它是在实数范围里面的一个纪约多项色 但是它给在负数级里面来进行讨论 这个我们在后面会给大家来进行说明好吧 好 这是我们这块求根公式去单点的处理一个1元二则三相四的问题 好 接下来我们来进行几道练习题 比如说第一道题目 2x平方减3x减去7 好 这个题目我们该怎么办呢 好 我们把刚才的一个变形方式把它直接搬过来 好 我们就可以得到a 在这个是对应的2b对应-3c对应-7 大家就可以得到判别式啊 就b方减去4ac等于-3平方减去4倍的ac 4乘以2乘以7就是这整块啊 算出来是等于65的 65很明显是大于0的 根据我们刚刚所讲的 而且65不是一个完全平方数 不是一个有理数的平方 所以说这个式子啊 它肯定是可以在实数方位里面来进行因时分解的 或者说在实数方位里面它不是一个计约的 好 就2x平方减3x减7 在有理数方里面呢 它是个计约多项式 好 接下来在有理数里面是计约的 而在实数和负数级里面它不是计约的 我们就可以这么赖进球呢 大家就可以把它写成啊 根据我们刚才这个式子啊 来进行因时分解就可以得到相应的结果 好 这是我们第一这一道题目 好 我们看第二这道题目 让我们去分解因式2x平方减3x加7 一样道理啊 大家注意到ABC的值 然后判别是B方减4AC 算出来等于-47是小0的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它在我们实数方位里面是没法来进行变形的 所以说在我们的实数级内面 它是计约的 在有理数范围里面肯定更是计约的 对吧 那么在负数级里面呢 它其实是可以来进行下一步变形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1开根号 其实在我们的负数级里面 它是等于我们的一个叙数单位I的 这个要注意 就I成为叙数的单位 我们满足什么的I方式等于-1的 所以说这个负 -47 它开出来等于什么呢 它等于负的更号1乘以更号47 等于I乘以更号47 就更号47乘以I 我们这个二次根式的运算法在还是满足的 这个需要注意 好 这样我们在负数级里面分解方式 就是最终就这个结果 好吧 这是我们例二这一道题目 好 接着我们看例三这一道题目 让我们去分解因式 二X平方减三X加上八分之九 那么这一道题目其实是在我们 有理数范围里面是可因式分解的 我就不一而给大家去展示过程 大家用判别式判别一下 会发现delta是等于0的 是一个有理数的平方 或者有一些同学过一二次方程 它们有两个成根 这样一进式可都可以 所以说这个式子我们就可以 最终可以写成这样的形式 它是在有理数级里面就可以因式分解 当然这一道题目 大家也可以去提个八分之一出来 然后来进十相乘来进行分解 也OK啊 好 这是我们例三这一道题目 好 我们看例四这道题目 2X平方减3X减2 一样的大家用判别式得到是25 B方减4AC25 得5的平方完全平方数 所以说在有理数级里面是可因式分解的 然后整个式子呢 我们可以用十相乘法来进行分解就可以了 前面2我们分成2和1 负2我们分成负2和负2和1这样对着 所以说最终答案应该是2X加1和X减2的成绩 好 这是我们例四这道题目 当判别式是完全平方数的时候 其实我们直接用十相乘是最简单的 好 前面的四道题目啊 我们讲的是最最基础的求根公式 说导出的我们关于一元二至三项式 它不管是在哪个数级里面的一个分解方式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下面一块内容 11.2这块内容 叫代数基本定理 好 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个定理 在负数级里面 每一个X 不是常数的 多项式至少有一个根 这是第一句话 不是常数的 也就是说它这个式子它不是一个零次的 那么G对于多项式 Fx An xn次方加 an-1 xn次方一直加加到A0 这是一个一般的一个 n次多项式的一个表达 那么一定有 负数C使得FC是得为0的 好 负数C FC得为0 好 这个呢我们叫做 代数的一个基本定理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每一个这三个字 好 接下来对这个定理的话 我们来进解释一下 从这个定理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呢 第一个在负数级里面 只有1次多项式是G约多项式 那么其他多项式呢 它必然会在我们负数级里面 比如说2次多项式3次多项式 它必然会存在负数根 既然会存在负数根 也就是说在负数级里面 我们是可以写出它的1次因式的 见如此也就是说在负数级里面 高于1次的 或者说2次3次45次 这样的多项式 它必然不是G约多项式 好 这是我们第一点内容 好 接下来是第二点内容 n次多项式Fx 它恰好应该是有n个根的 因为上面说了一个每一个x 这下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比如说一个n次多项式 它的n个根是什么 是x1x2 一直到xn 那么fx我们就可以写成如下的形式 an倍的x-x1 x-x2 一直到x-xn 这样一种形式 也是前面带着基本定点 也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因式定理 好 这就是在负数级里面fx 它的一个分解方式 当然这个根我们允许有重根的形式 什么叫重根呢 就比如说有多个根是相同的 是几个我们就算几个 好吧 允许有重根 好 这是在负数级里面分解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下面一点小知识点 叫什么 叫负数 我们所有的负数都可以用A加上Bi的形式来进行表达 然后A和B都是实数 A是我们前面所讲到的虚数单位 A呢我们叫实部 后面呢我们叫虚部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负数 它有两部分组成 包括实部和虚部 好 当我们的B等于0时 其实啊它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实数 对吧 B等于0就是一种特殊情况 只剩下A 就剩下实数部分 那么当A等于0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Bi Bi就是个纯虚数 接下来当B不等于0时 我们这种情况下A加Bi我们就叫虚数 也就是说我们负数啊 其实是由实数和虚数来进行合并组成的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进行 看下面一个小的概念 叫共俄负数 其共俄这个概念的话 我们再讲二次根式啊 在中间呢可能有些同学 二次根式呢就已经谈到过 叫共俄二次根式对吧 那么X1是等于A加上Bi X2等于A减去Bi 这样的一种形式我们就叫做共俄负数 那么共俄负数有什么性质 我们一起看一下 大家可以去求一下X1加X2 以及X1乘以X2 X1加上X2毋庸置疑是等于2A 2A我们说过A和B都是实数 所以说2A它是个实数 然后我们再用 这两者相乘 在相乘的时候 它还是符合我们乘法分配率还是满足的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然后还注意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I方是等于-1的这个计算方式 好吧 那么我们计算出结果等于什么呢 第一个是用平方差公式 大家可以得到A方减去B方I方 A方等于-1 所说最终结果是等于A方加B方 好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什么呢 共俄负数它的和以及它的极都是实数 好 这是我们这一点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下面一点内容 那么如果我们用两个共俄的一次因式来进行做乘法 那么得到结果又是如何的形式呢 什么叫共俄的一次因式呢 比如说柯老师写了这种形式 X减去X1以及X减去X2 大家会发现这两个他们分别对应的是一对共俄负数 对吧 X取的是共俄负数的时候每个是对应到0的 所以说这个我们就叫做共俄一次因式 那么它展开结果等于什么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数据带回来 X减去A加上BI X减去A减去BI 然后我们用整式的乘 我们用乘 乘多项是乘多项是同样的计算方式 在这个地方也是满足的 把我们的括号展开 然后一定要注意I方是等于-1的就可以 那么计算出来结果是如下结果 X平方减去2AX加上我们的A方加上B方 这个就是两个共俄负数的和 这一部分就是两个共俄负数的集 好大家会发现所得的这个结果呢 很明显是个实系数的多项式 X平方减2AX加上A方加B方 它是实系数的多项式 好这是我们这一点内容 好接下我们看下面一小点 下面一小点是存在着一个事实 什么事实呢 就是实系数多项式 它的虚数根是两两共二的 好这是我们的一个事实 然后配上我们前面的这个代数的基本定理 一定要注意是两两共俄 刚才我们刚刚讲过什么呢 就是共俄的一次因式 共俄的一次因式 它们在相乘的时候的极是什么 极是实系数的多项式 就是上面的这种形式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下面这个结论 在实数极里面 每个多项式可以分解为 一次因式与二次因式的极 二次因式是什么来的呢 它是由共俄的 在复数极里面的共俄的一次因式 相乘所得到的 好这就是我们相应的这个结论 好吧 这个我们是充当着一个事实来进行使用的 就两两共俄这个 好我们再看下面一点 在实数极里面 计约多项式一定是一次多项式 或二次多项式 没有其他的 这是我们对于上面这个 这句话的另外一层的一个理解 好 对于我们这一讲内容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 柯老师圈的这个东西啊 就是在什么数极里面来进行因式分解的 好吧 在什么数极里面来进行讨论的 一定要跳开我们 就一定是在有理数极这个里面的 好吧 好 今天我们看下面的一段文字啊 从理论上来进行说的话 在实数极或者说负数极里面 只需要求出fx的根 那么就可以把fx分解 很明显是的 对吧 我们根据因式定的这个分解就可以了 但是呢 三次多项式与四次多项式 虽然说它是有求根公式 但是它的公式形状是比二次多项式的 它的复杂很多啊 这个大家可以查一下 确实复杂非常非常多 那么次数大于四的多项式呢 是没有求根公式的 往往只需要只能去求出它的根的 近似的值 因此说对于我们具体的问题啊 大家不可能所有的高次的 我们都去求出它的每一个根 这个不现实 所以说恩爱需要用一些特殊方法来进行解决 好就是我们这个内容 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五这道题目 让我们去分解因式 x四次方解x平方加1 这道题目在我们前面的第九单元 历山是有讲到过的 当时我们是在这样带定系数法 然后我们去证明它什么呢 是在不能够分解成两个有理系数的二次因式的层级的形式 然后大家会发现这个式子啊 它也没有一次因式 根据我们前面在讲因式定那一块 它的有可能的有理根式正负一带进去都不等于0 所以说它是没有有理根的 也就是说它是在我们有理放有理数放在里面是没有一次因式的 既然如此一次因式二次因式都没有 它就不能够来进行因式分解 在有理数级里面是纪约多项式 好接下来如果我们把这个数级啊跳 跳转一下 比如说到实数级方案里面呢 大家会发现这式子很明显是可以变形的 大家把负x平方来进行拆天象一下把它拆开 拆成2x平方以及减去3x平方 那么前面我们就可以用完全变公式来进行 变形成x平方加1的平方 后面呢就可以变成造写 两者之间用平方差公式可以得到如下式子 x平方加上更好3x加1 x平方减去更好3x加1 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在实数级里面一个分解方式 也符合我们刚刚所说的对吧 两个 两个都是二次的 在实数级里面它的次数不能高于二次 对吧 刚刚所讲的 好接下来那么这个是是否能继续来进行分解呢 答案是可以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变成负数级里面 这两个式子 都是我们的二次式 一远二次式 一远二次式 一远二次三项式 那我们就可以用今天最开始所讲的求根公式 对这两个来进求根 注意什么呢 -1 开根号之后等于i就可以了 我们就可以写出最终的一个形式啊 就是如下的形式 好 这就是在负数级里面的分解 例5 好 接下来我们看这一块内容啊 叫单位根 我们先对单位根来进行下下定义 多像是xn次方减1 它的根呢成为n次单位根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1次单位根是什么 就x1次方减1 那么对应呢应该就1一个对吧 好接下来二次单位根就x平方减1 应该是有两个啊 对应那是正负1 好接下来四次单位根是怎样的呢 x4次方减1 我们可以这样来进行变形啊 等于x平方减1x平方加1 再呢 再来进行继续的分解啊 大家注意到i方是等于负1的 所以说这个适者可以变形成x加1 x-1 x-1 x加i 好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形式 很明显前面两个啊 对应的是我们的正负1 后面两个对应的是正负i 所以说它有四个单位根 两个实的两个虚的 两个实单位根两个虚单位根 好接下来我们看下面一个例子 x3次方减1这个式子 第一个在有理数里面 那就因此分解的话 应该是x-1x平方加x加1 不管是用立方差公式 还是用我们的因此定理都得到这样的结果 好接下来 在我们的实数级里面 这也是它相应的一个分解结果 但是在负数级里面这个需要注意 x平方加x加1是可以继续分解的 根据我们最开始所讲的 大家可以利用求公式 就可以写出相应的结果 注意i方等于负1就可以了 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说很明昌它存在三个单位根 分别是1 2分之负1加上更好上i 2分之负1减去更好上i 后面两个呢对应的是 两个三次的虚单位根 前面是三次的实单位根 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 有三个单位根 好接下来我们把其中了 这个单位跟前面这个2分之负1 加上更好上i 我们另为Omega 用一个Omega来进行表达 这是个希腊字母 大家就会发现 第一个Omega的平方 其实我们计算出来是等于2分之负1减去更好上i 大家可以用Omega 好平方就请本身来进行计算一下 好这可以计算出来 当然当然利用什么也是可以的呢 因为Omega 是它的解是它的单位根 所以说带进去啊 这部分肯定是等于0的 对吧 说说Omega平方等于什么呢 是等于负Omega减1 利用这个式子我们来进行计算也OK 然后把Omega取个相反 然后呢再对它来进减1 也得到Omega平方对吧 大家注意到Omega平方 其实是它的另外一个单位根 发现没有 也是它的一个三次的虚单位的 当然我们还可以得到什么相应的结果呢 比如说Omega三次方 它其实等于1的 很明显是的对吧 大家可以带到原式中 很明显是成立的 或者说它是一个三次单位根 Omega三次方等于1的 好接下来还有一些其他式 比如说1加Omega等于负Omega平方 1加Omega平方等于负Omega 这个肯定都成立对吧 因为Omega是这个的 单位根 是它的一个根 是Om是X平方加X加1的根 好 这就是我们所得到的 如果大家利用Omega 我们可以得到相应的Omega 的一些表达式 这个在我们后面做题中是非常有用的 好接下来是下面的一个小的定义 一般的在负数级内面是有 N个N次单位根的 其实刚才在举例子的时候 大家也体会到了 它们是什么呢 是cosnn分之2kpi加上ib的sinn分之2kpi 然后k是等于12一直到n 其中cosnn分之2npi加上ib的sinn分之2npi 它是等于1的 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说导致我们所有单位根里面都有一个1 好吧或者说Xn次方解1等于0 这个X等于1肯定是满足的 那么这个书写形式是什么呢 这样的一种书写形式 其实是在负平面里面的一个单位圆的形式来进去书写的 这个需要用到高中知识 如果大家不了解的话 就可以把这一块跳过 当然如果了解的话 可以自己琢磨一下好吧 好接下来我们看第7这块内容X5-1 它的因式分解是该怎么来进去分解的 好我们在不同的数级里面 进去对它分解一下 第一个如果是在尤里数数级里面的因式分解 这个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对吧 好接下来如果是在负数级里面来进行因式分解的话 大家注意到刚才下面这种数字形式 然后柯老师给大家把逻辑捋一下 如果有这个基础支点的话大家给听一下 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支点这块就会跳过了 第一个它的单位根我们可以书写一下 是等于多少呢是等于如下的五种形式 分别是cosn cosnn就是取5 5分之2kπ加上i倍的sin 5分之2kπ 然后k的取1一直到5 当k取到5的时候最终这个就是我们的1 好这是我们相应的一个结果 好所以说我们可以对x平方减1在负数级里面可以如下来进行分解 x减1 然后曾经后面的四个它相应的单位根对吧 所写成的一次因式的形式 好这样就可以得到它相应的结果 好得到这个结果之后呢 我们在前面所讲到过一个内容 就是十系数的多项式 那么它的虚数根肯定是两两共恶的 这个科科老师是在前面给大家所讲到过的 对吧 而且如果是共恶的一次因式相成的时候 所得到的是十系数的多项式 所以我们注意到什么内容呢 大家注意到比如说下面这个cos 8pi 加上ib的sin 8pi 好这是它的一个单位根 好它和我们可以对这个式来进行变下形 大家会发现对它来进行基本 我不变符号看向线之类的来进行变下形 得到相应的结果 那么这个它会和我们的第一个很明显是存在 一个共恶复数的关系对吧 实数和虚数部分都是绝对值都相同的 后面一个减一个加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两个是共恶的 然后注意到在计算的时候 注意到sin α平方加cosα平方是等于1的 好注意到这个逻辑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们相成让展开 然后剩下这两个他们也是共恶的 我们也可以把它们相成让展开 就可以得到如下的这个式子 那么得到这个式子 大家会发现每一块其实都是实系数了 对吧比如说2倍的cos5分之2pi 这个就是实数啊 2倍的cos5分之4pi也实数对吧 所以说这个其实啊得到结果是在实数级里面的因实分解结果 好接下来如果是在游历数级的分解结果呢 是如下这个结果 这个不用多说对吧 用5次方的差的公式或者用因实定理都可以得到这个结果 当然这个部分在我们游历数级里面是纪约多项式 这个我们在下一讲第12单元会给大家来进行证明 好这就是这个简单这个x5次方-1在负数级实数级以及在我们的 游历数级里面不同的分解方式 好接下来看下面一点我们又去补充一个基本概念 就是k单与n是互质的时候 是互质的时候 那么这样一种情况我们所取的单位根叫做本原单位根 比如说举个例子啊 当我们n取15的时候也就是我们需要去求去得到什么呢 15次方15次的单位根 需要得到15次的单位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取的k为多少的时候是本原单位根呢 需要与15互质 我们所得到就是12478111314共有8个 当然这个8个的话我们也可以用欧量函数这些计算出来 就fi15就可以了得到8 好接下来是下面一点啊 我们可以证明什么呢 如果是n次本原单位跟对应的一次因子的集 它是一个整系数的多项式 它称为分原多项式 分原多项式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在下一讲也会给大家去谈到啊 那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刚刚我们在讲上面一道题目的时候 x5次方-1 好它等于什么呢 等于x-1在乘以后面的有4个相应的一次因子 这是在负数级里面 然后我们在两两配对啊 得到是什么呢 得到是在我们实数方位里面啊 它的一个啊 一个分解方式 x-1还不变 好接下来在我们的游离数级里面分解方式是这样一种分解方式 对吧 好接下来我们注意什么内容呢 其实啊 5次的本原单位根应该有几个呢 大家注意此时n取5的 那么与它复制的是1234 所以说其实是有4个啊 叫本原单位根的 那么当n取5的时候就对应了x-1这个 所以说啊我们应该是把后面这4个层在一起所得到的 就是我们这个整系的多相式 也确实是对吧 就x4次方加x3次方加x平方加1 这个其实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叫什么 分源多相式 其中它就是一个分源多相式的 好这就是我们关于这个小的概念一个讲解啊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11.4 这一块内容叫公寓知识 什么是公寓知识对吧 那我们一起看一下这段文字 他三知识可以公寓 三次虚单位跟Omega可以帮助我们在有理数集那边来进行分解因识 那么关于Omega问题我们在前面所谈到过对吧 它是三次虚单位根啊就是 x平方加x加1啊它的一个分解结果啊 啊 在其中一个对吧 啊 在其中一个啊 就二分之负一加上高3i就这种形式 那么Omega平方呢其实是它的另外一个续单位根啊 表达是二分之负一减去高3i 好 Omega的三次方啊是等于1的啊 这是第一点啊 为什么呢 啊 因为它是我们的三次单位根对吧 啊是这样的一种形式说说Omega三次方肯定是等于1的 好 这是第一点 然后后面两种形式呢 因为它是后面x平方加x加1的一个分解式 所以说我们很明显啊带进去是它的根对吧 所以说Omega平方加Omega加1肯定是等于0的啊 我们就可以到下面两个目标了是吧 啊那么我们在分解x5次方加x4次方加x平方加x加2 这个老题目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来进做呢 啊我们需要再有理数方来进行什么问题好吧 其实我们可以借助Omega 我们可以另x等于Omega带进去 那么原式就等于Omega五次方加Omega四次方加Omega平方加Omega加R 好 既然我们利用到什么呢 Omega三次方等于1可以对前面这个式子来进行降次的操作 比如说5次可以降到2次4次可以降到1次啊 后面的2次1次0次就照着书写就可以了 那么也就是说这种式子我们可以把它所有次数都压到0到2次之间对吧 好的这个式子之后呢我们再来进行合并一下 Omega平方加Omega加1很明显是等于0的啊 所以说原始 其实啊它有一个虚根Omega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它必然在负数级里面是存在 Omega一次因是X减去Omega 好 接下来我们再根据啊 什么呢 实数 实系数的多项是它的虚根肯定是两两共额的 既然你存在因是X减去Omega 那么必然会存在它的一个共额因是X减去Omega的平方 那么也就是说它会存在因是什么 X减去Omega乘以X减去Omega平方算出来等于X平方加X加1 对吧 好这也是我们当时X平方加X加1它的一个分解 乘X减去OmegaX减去Omega平方对吧 一样的道理 好 对吧这个 好的这个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原式 是吧大家可以有目的的来进行分组分解啊 来进拆天相之后分组分解 就X平方加X加1这一组对吧 或者用原式用大除法除以X平方加X加1得到最后结果 也OK啊 比如说我们这有目的来进拆天相 使得每组都有X平方加X加1可提 好 然后X三次方加减去X加2 这个它是在有理数级里面是计约多项式 因为这剩三次的如果在有理数级里面的因式分解的话 它必然会存在一次因式 那么很明显正负一正负二带进去 它都不等于0对吧 所以说在有理数级里面是计约多项式 好这个是我们这一道题目利用 负数Omega用虚数Omega来进行帮助我们在 在我们的有理数级里面来进行因式分解 好接下来是下面一个 如果实系数多项式Fx它存在虚根Omega 那么必然会存在因式X平方加X加1 这个逻辑是非常清楚的 因为如果存在虚根Omega 那么根据我们前面所讲的实系数多项式的虚根式两两共二的 必然会存在它的共二复复数Omega的平方 也就是说它会存在这两个因式存在一起就是X平方加X加上1 好吧 好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小的结论 好接下来看第9题好是一道正名题 在MN为质安数时 多项式X的3M加2加上X的3N加1 此方加1有因式X平方加X加1 那么这道题目证明方式应该是非常清晰的 根据我们刚才所讲的我们只需要令什么呢 令X等于Omega 如果这个是指它是等于0的 那么我们就必然会存在 因式 必然会存在 跟什么呢Omega 那么它就必然会存在因式X平方加X加1 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只需要把Omega带进去 带到这个多项之中 它等于0就可以了 好接下来我们带进去 带进去之后呢 大家会发现Omega三次方等1 所以说我们很快的就可以把这4变成什么 Omega平方加Omega加1 降次降下来 然后这一块呢很明显是等于0的对吧 Omega相应阶段 所以说必然会存在我们相应的 因式X平方加X加1 问题结束对吧 用Omega来进证就可以了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第10题 10 X的十次方加X五次方加1 这一道题目我们该怎么来进去做呢 其实刚才这一道题目已经给我们去说明问题 对吧 X十次方X五次方 这个指数除以我们的相应的 注意啊 它的指数啊 或者说我们重新来看一下这个结论 这个结论是什么呢 X的3M加2X3M加1 3N加1 1 1其实是X0次方 所以说它指数除以3 好像分别是与2与1与0的 那么如果我们重新审计这个结论 也就是说 X指数上分别写 除以3与2 除以3与1 以及除以3与0的这样的正整数的话 那么它必然会存在 1次因 必然会存在 因式X平方加X加1 这我们重新来进行审计这个结论 好接下我们看历史这一道题目 历史10除以3与1 5除以3与2 所以说这个它必然会存在我们的因式X平方加X加1 这个大家理解吧 那么既然如此 我们得到这个因式 我们就可以用大除法来进行除了 对吧 直接用大除法把它除开 或者有地方式 把原式来进行猜天象 而分组分解 使得每组都有X平方加X加1可提 那么体现出来就是非常 就是临近的次数对吧 三个放在一起 好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最终一个结果 好 然后后面这部分 其实是在有理数集里面的一个计约多项 是这个我们在下一讲第12单元会来进行证明 好 这就是历史这一道题目 一个Omega的妙用 好 接下我们再看历史1这一道题目 X的15次方-1 那么它该如何来进行因式分解的 其实这一道题目的因式分解 我们在前面在讲公式的时候 就给大家大体上讲到我 X15次方我们可以看成X5次方三次方 那么整体之间呢 我们就可以用立方差公式来进行分解 立方差公式 好 接下来X5次方-1这个整体的 我们再可以利用5次方差公式 或者说你用因式定理对吧 X等于10原子等于0 就是存在1次因式X-1对吧 也可以那进行分解 后半部分呢我们也可以分解 其实分别是利7以及利10 这一块是利7这一块是利10 就刚刚讲的那个题目对吧 好得到如下结果 好这是我们的第一种分解方式 好接下来我们是第二种分解方式 如果大家把这个15啊 看成是先三次再5次-1 那么我们这个式子可以利用5次方差公式 或者说因式定理啊 把X3次方看成一个整体 我们就给到X3次方-1 然后后面一整块 这个也是根据我们的利7对吧 把利7来进行的 好接下来前面就是利方差呀 可以再来进分解一下 就可以得到如下结果 好得到这个结果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思考一下 很明显这个结果 它不是一个在我们有理数 放在里面的一个最终分解式 或者说后半部分 它很明显不是我们的 在有理数级里面计约多项式 因为根据我们第一种它的运算方式 所以说它必然会分解成这两种 结果的成绩的形式 好这是我们的第11题 好今天我们看第12题 X4次方加Y的4次方加X加Y整体的4次方 这道题目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们还是一样道理 利用Omega来进行运算 我们先把这个Y看成1来进行处理 好吧 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1 用Y贴换回来 Omega4次方加1加上Omega加上1整体的4次方 就相当于是分解因是什么呢 相当于去分解因是X4次方加1 加上X加1的4次方 有这个意思 好 这样我们可以令X等于Omega代入 那么Omega4次方等于Omega 1 Omega加1呢 Omega加1可以 大家可以看一下等于-Omega平方下面是吧 那我们这个适者 -Omega平方四次方 这一样对吧 Omega平方四次方 两个相当的 我们直接这样写了 好这样Omega平方四次方等于Omega8次方 Omega8次方呢 大家再根据Omega3次方等于 所以说这一块是等于Omega平方 然后所以说等于0的 也就是说Omega其实是这一个 它的一个根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式子它存在啊 我们一个一次音式 一个一次音是什么呢 X平方加X加1 刚刚所讲到结论对吧 存在这样的一个音式 X平方加X加1 这个不是一次音式 是一个整体音式 好了接下来 那么回到这道题目 我们就可以把它看成什么呢 看成X平方加XY Y加Y的平方是这一个整体的音式 对吧 这种判断方式 其实我们在前面是经常会用的 不管是在十相乘双十字 经常会用这种判定方式 用这种判定方法对吧 或者说用主原法来进行判断也是可以的 好接下来 那么既然如此 我们对原式就有递方式 大家可以把整个式子先把它展开 然后来进行提啊 代啊对吧 比如说这个是我们可以提2出来 然后大家就有递方式 可以对这个式子啊 来进行X平方加UXY加Y的平方 看成个整体 每一组来进行 拆天相之后啊 分组每一组都有公英式X平方加XY加Y方可提 啊这样我们就可以拆成三组 然后把公英式提出来得到最终结果 好 这个是我们这一道题目的一个计算方式 就是利用Omega来进行计算 Omega如果是他根 那么必然存在英式X平方加X加1 当然这一块的计算 大家也可以用大厨法来进行计算啊 就得到最终的一个分解式 好接下我们对这节课做一下小结 在复数集里面 n次多项式 n是大有等于1的时候 anxn次方加an-1 xn-1次方一直加加到A0 这是个一般的一文 n次式的一个表达 可以分解为1次因式的集 fx等于anx-x1一直到后面的 这是我们代数基本定理 其中x1x2一直到xn是fx的n个根 可以允许有重根啊 好接下在实数集里面 多项式fx可以啊 是分解成1次因式与2次因式的集 把上述中的共和因式两两相乘 我们就可以得到它在实数集里面的分解式 大家一定要注意 如果是实 实系数的多项式它的根肯定 它的虚根肯定是连连共二的 而我们一层就可以得到 一个二次根式的一个 一个二次因式对吧 所以说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实数集里面只可能存在一次因式和二次因式 不可能存在三次次次次 五次六次的因式 好 而且我们下面 在今天课程最开始的时候讲到一个内容 ax2加bx加c 它在负数集里面 我们可以分解成如下形式 那么对于它的话 有一些讨论 比如说 b方减cc大能0 那么在实数集里面 也可以再来进行书写 对吧 好 这就是在我们实数集里面 一个分解式啊 那么在游里数集 如果b方减cc 它是平方数的时候 很好 那么我们上面这个式就可以来进行 应用在游里数集里面因式分解了 当然最好是直接用十字相乘法来进行 因式分解 那是最简单的 好 接下来是一个 它的一个立方须根 或者叫三次 三次的 三次的单位根 须根分别是omega 等于二分之 负一加上根号三i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是omega平方 是二分之负一 减去根号三i 和它刚好是共恶的一个复数 当然一的它的立方根还有一个是一对吧 是非常好用的 如果omega是实系数 多像是fx的根 那么它必然会存在 应是x平方加x加1 好 这就是我们这几个所讲的内容啊